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地价税的缴税攻略 这一次我准备了 10个我个人认为不错的缴税方式 依序为第10名到第1名 一样我们会跟大家一一的做解释 最后也会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推荐的缴税低额 缴税中额、缴税高额 到底要怎么去选缴税的方式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10名连线银行的连线快点卡 你可以看一下 连线银行它虽然说在2022年的下半年 一直不断的改叉 但是它的这张卡片还是有用处的 因为它从第4季开始 它改成国内1%回馈无上限 海外2.8%回馈无上限 你把它绑定在Femipay里面 来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有一%回馈无上限 所以这个蛮好的 你也可以持你的地价税单 到全家便利商店做缴费 把连线快点卡绑定在Femipay里面 出示扫码 就可以拿到1%的点数 直接入账 无上限 因为它是千账卡 账上一定要有钱才刷得过 没有放钱 不好意思就不行了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看我们这边的QR Code 也可以扫码开户 因为它是千账金融卡 它不会有年费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 第九名 玉山数位e卡 玉山数位e卡 其实我就没有卡片可以跟你分享 因为它就是一个数位化的产品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绑定在全银加配里面 记得使用的是宠生活的绿色的版本 那么你在全家便利商店 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有5%的回馈 每一个人每个月 可以拿到100元的刷卡金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个2000块左右的税金 或者是消费 就可以拿到5%的回馈 活动期间是5月17号 走到12月31号 所以每个月都有 以这个日利月来做结账 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可以扫码 来做办卡 卡票年费 900元 但是首年免年费 你只要申请账单e化 就不用担心有年费的问题了 第八名 这个是台信银行的阿狗狗卡 这个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 它有两个通路 第一个是台信配在7 第二个的话呢 是全赢家配在全家 你都可以拿到回馈 卡面长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点类似像这种 颁奖典礼这种质感 有线条的 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台信配要怎么做解任务呢 请你拿着你的地价税单 然后呢 到7-11缴费 把你的台信阿狗狗卡 绑定在台信配里面 出示QR Code 扫码即可完成任务 那也提醒大家 这张卡片有低销5000元 所以你在你的账单的 这一个月份 就是结账日之前呢 一定要有5000块的消费 就是有入账 那包含你这一次的缴费 有到6250为上限 都可以 所以至少一定是5000到6250 你就可以拿到 加码的三把回馈 那免年费能源卡也很简单 只要认刷一笔 或是电子账单 或是台信的账户做扣缴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了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扫QR Code 开户加办卡 最简单 第八名的第二个 就是全赢家配 它全赢家配 它跟刚刚讲的台信配很像 你可以持地下税单 到全家做缴费 请将台信阿狗狗卡 绑定在全赢家配里面 只要做出示扫码 一样可以 就是5000块 对到6250元以内呢 就可以拿到300元的 这个刷卡回馈金啦 好 提供给你参考 第七名台信接口支付联名卡 那又怎么用呢 建议你 就是把它绑定在 接口支付的APP里面 那么在每个礼拜三的时候 在APP里面进行缴费 就可以拿到回馈了 而且不需要5000块的低效门槛 所以你的缴费单有多少钱 你就可以缴 那推荐你不要超过4000元 因为6%的上限大概就是4000元 那也提醒大家 这个接口支付 目前只支援台北市的地价税 其他县市的部分 你要用其他的方式 做缴税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桃园人的话呢 也蛮不错的 你可以用那个桃园人的APP 那里面呢 也有一个接口的缴纳方式 一样在礼拜三打开APP 然后连到接口来做缴费 一样也可以刷4000块 拿到6%的回馈 提醒你一定要在礼拜三刷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扫QR Code 直接申办就可以了 第六名 好 这个是星光还宇现金回馈预袭卡 这个星光还宇现金回馈预袭卡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漏掉的原因 是因为 它虽然说有10%回馈很不错 但是呢 它权益呢 一直缩水一直缩水 那在下半年的部分 它就是变成说500块钱 然后拿到50元的回馈 它的天花板上限就变得只有500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但是呢 因为地价税 其实你大家要缴的税额 不会很高 所以这张卡片 反而还可以使用 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 有兴趣的 你可以扫码办卡这样子 它的活动期间呢 是从7月1号走到12月31号 每个月呢 每一张卡片的刷卡上限500元 可以拿到50点的现金点 计算时间是月出到月底 然后呢 它会在次次月的月底入账 你就可以手动来申请折底 就是刷卡金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算是蛮实用的 好 提供给你参考 第五名 好 这是中信的homebank 很简单 你就是要申请买位数位账户 那你有了这个户头之后呢 你就可以打开APP 然后使用买位数位账户里面的现金 来做缴费 或者是缴税 你就一样可以拿到 这个 SPA回归新户300 旧户就是100 这样子 那它的新户跟旧户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 你只要在2022年的10月1号起开户的 就是本季的新户 那如果你在9月30号以前开户的 那你就是旧户了 免年费的门槛很简单 你这个数位账户不会有年费的问题 所以你就是扫码开户最简单 这边的话呢 有这个QR Code 你可以参考 第四名 国泰世华Cube卡 这张卡片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除了卡面好看之外呢 它的回馈其实蛮好的 因为国泰世华即将要失去Costco 所以他就把它很多的资源 都倾注在这张卡片里 推荐你一定要申请的是Mastercard 新户的话呢 你可以再拿到额外的10%回馈 这蛮好的 那也要申请iCash iCash它有很多很多活动的加码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就是申请iCash的版本 像这一次的优惠 要用iCash的自动加值功能有10%的回馈 那每个人每个月呢 可以拿到200点的OpenPoint点数 所以回推大概是2000块的自动加值 就是四次500元 你就可以拿到200点的OpenPoint点数回馈 那你要记得 在OpenPointAPP里面一定要绑定 你这张卡片的iCash卡号 这样子它才能够顺利的把点数进入到你的户头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 活动期间呢 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所以你现在申请的话呢 至少还有两个月可以使用 那它的免年费门槛也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这边有QR Code 非常欢迎你就是扫码来申请这张卡片 下一张 第三名 第三名是星光银行的分期期卡 它的卡面就是蛮乐高式的 就是一些这个 小朋友玩的积木这样子 蛮可爱的 这张卡片的回馈呢 我个人觉得蛮好用 从去年到现在我都一直有在刷 它的规则就是 你把分期期卡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那么你在小七或者是OpenPointAPP里面的 这个行动随时取买东西 都是有11%回馈的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刷1000元 那你可以拿到110元的刷卡金 那提醒你 这个活动是每个月都需要做登录的 所以你每一个月的月初一开始 就有在我们的Telegram里面 你就注意到我们都会提醒你 那你就记得 有看到资讯就赶快来登录一下 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设闹钟提醒自己 这样就不会错过这个权益了 它的免年费门槛 一年要刷12000才能够免次年年费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通常这种普通卡片的等级 它不会需要那么高的免年费的门槛 所以当你出年费的时候 再来跟银行去做申请 就是减免年费 其实都没有问题 第二名 星光OU点点卡 这个星光OU点点卡呢 讲到都快烂掉 从今年4月5月的时候分享到现在 其实它的回馈真的很不错 不过在10月1号开始呢 它只限定你在10月1号起申请数位账户的人 才能够享有这额外的加码 像我本身呢 去年以前就申请了OU数位账户 所以我就不符合这个资格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OU数位账户的人呢 请你赶快扫码开户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本季专属的缴税的回馈 这是很不错的 那怎么解任务呢 你只要持地价税单到全家来做缴费 那把星光OU点点卡绑定在FemiPay里面 出示QR Code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那要在什么时间点解呢 提醒大家 每周一跟每周三 在全家做的消费跟缴费 只要达到1562元 就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那它是三个不同的回馈通路的平台 就是每个月并计最高就是拿266 所以如果你在全家完成任务 就不要再去小七也不要再去小来解任务了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 在7-11 那你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出示QR Code一样可以解任务 每周二每周四每周日 你就可以在小七解任务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在莱尔富 只要绑定在HighPay上面 出示QR Code结账一样有17% 每周三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那最后就是第一名 台湾汽营的Hockey数位账户 那你需要搭配的是台湾Pay这个行动支付 每一笔呢 地价税不论金额高低 就是送你100元的现金 那每个人呢 可以拿5笔 所以最高就是500 不过呢 它其实是缩水了 因为去年的话是每一笔是150元 非常适合就是 你家里面有非常多小额的地价税税单 搭配这个数位账户来做缴费 真的很不错 那除了5笔的Hockey数位账户的搭配 可以拿到500之外呢 你如果有台湾汽营的信用卡 那你用台湾Pay 搭配台湾汽营的信用卡 一样每一笔可以拿到50元的刷卡金 每个人最多可以缴纳5笔 所以加起来就是可以拿250 所以总计缴10笔的账单 可以最高拿到750元的回馈 所以这个都是有限量的 就是两个平台 像是各1万名赶快扫码开户 完成开户之后呢 赶快在它的APP里面来进行缴费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任务了 那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是数位账户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应该要去怎么挑选 因为介绍的十组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这边呢 我就用大家常常缴税的 这个地价税的金额来做区分 比如说你的地价税税额呢 只有200块300块钱的 那一定是搭配Hockey数位账户赚最多嘛 但如果你的税单是2万接近3万元的 那你就很适合使用Line Bank快点卡 那至少1% 那你就可以一次就2万多 就可以赚了200多块钱 小额的部分呢 就是3000元以内 你就可以使用 比如说台器Hockey数位账户 但是这个有限量的 所以你要赶快解任务 或者是国泰收获的Cube卡 它的10%自动加值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你的缴税金额 大概是在3000到1万左右的 我就建议你可以使用 比如说台新接口卡 加上接口支付的 它只有6% 可以缴4000块钱 但是只限台北市跟桃园 台新的Google卡呢 在小七跟全家 搭配不同的行动支付呢 可以拿到5%的回馈 那如果你是大额呢 超过1万块钱以上的 因为地价就不能采单 所以你就可以使用 比如说连线快点卡 然后呢 绑定FemiPay 在全家角 你就是可以拿到 1%的Line Points点数 回馈无上限 赵峰卡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的金额已经超过 3万块钱 超商不能代收的 你可以考虑使用 赵峰卡 再搭配台湾Pay 每笔的缴税呢 你都可以拿到至少50元 如果你的税额 超过3万块钱 你拿的是200元的刷卡金 如果是300万 那你拿的就是 1000块的刷卡金 如果是单笔1000万 你拿到的是日本来回机票 所以赵峰卡呢 其实是蛮适合 就是有大额缴税需求的人 所以这个可能就不错 这是我这一次 简单整理的 地价税缴税攻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所整理的排行榜 我个人最推荐的 我自己有在用的 就是第一个 上面看到的 台契的Hockey数位账户 加上台湾Pay 那星光分歧7卡呢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不推星光OU点点卡 因为我是旧户 我根本就用不到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根本就是在骗人 不喜欢 所以我就不推荐 那果泰斯瓦的Cube iCache卡 也是我自己目前很喜欢 家里面有水电费 都优先缴的 也是这一张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连线快点卡 也是我很推荐的 你有大额的缴税费的 还是可以透过连线快点卡 在超商缴 这个是不错的 记得要绑定在Femipay 里面才有 如果直接刷是没有回馈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这些信用卡 找到适合自己的支付方式 省下最多的钱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 还不错的话呢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学习 如何省钱缴税的 这个心法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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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